近日 海军东海舰队组织多型兵力在东海某海域 进行了一场实战背景下的实兵实战演练 由六艘驱护舰 潜艇和舰载直升机组成的餐演编队 跨越大维度 远程奔袭制预定海域 完全随机式的演练 对各级指挥员的应变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编队刚驶入演练海区便遭到强电磁干扰 雷达数据链中断 指挥系统瘫痪 各舰立即转换工作方式 更换备用网络 重新组织数据传输 面对导演部不同的设置 编队从电子对抗到区域防空 从单舰机动前处侦查到联合火力打击 各作战要素间的无缝衔接 构筑起高效稳定的攻防体系 直击发展目标 方向动流动 距离一百八十公里 发展目标 请示发射 发射 第二位 发射 在连续三个周夜的实兵实战演练中 舰艇编队共完成舰机协同反潜 编队联合打击 综合攻防和反小艇突袭 等十多个训练科目 有效检验了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